宜蘭是一個好山好水 真正好人情的地方 那我們從這個顯山隧道出來之後 看到這個漂亮的一尾南鳥天 這個就是我們的宜蘭 這就是我們的故鄉 我想長期在前輩 以及前幾任的這一位 這幾經理的經驗之下 我想我們宜蘭遊局 業績都是真正日上 所以這個都不用我擔心 所以我在這些前面的基礎 打好的這個基礎之下 我繼續努力 繼續往前走 那麼我應該可以很輕鬆的來做 那我知道我們宜蘭地區 有很多的這個在地的這些農特場 那麼我希望我們在這段期間 那透過這個各方面 尤其是我們各鄉鎮 如果有這些特色的這些 希望我們尤其來一起服務的地方 那我想我都會盡力 而且也會把全力 來為我們宜蘭這塊土地 來貢獻 那宜蘭這塊土地 說實在是我們全台灣省 唯一一塊鑽石寶地 為什麼呢 太陽從東山起來的時候 第一個先照到我們的什麼 衛山島 所以它是一個珍珠 之後就再到我們的南洋別園 所以每一天從這裡開始是從我們台灣所有的地區 這裡是先起床的地方 所以這個是我們最有朝氣 最豐勃 最有活力 最有價值的一顆鑽石 我希望呢 在這個基礎之上 我希望我們將來在我們 宜蘭郵局還有各地的一個資局 大家一起來為我們鄉親來服務 同時我也希望我們所有的同仁 以在地服務的精神 來提升我們郵政在地的服務 讓我們所有的這個宜蘭的鄉親 能夠覺得我們郵局在宜蘭吃一塊 值得讓人家尊敬的招牌 所以我們大家一起來為我們宜蘭加油 好不好 謝謝大家 同時